OK,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才说 今天我们聊表 那今天聊的是我们频道比较少提的一个牌子 就是宝珀 宝珀有发售一个激光绿的版本 然后那个表当时在微信小程序有限量发售 然后我也参与了 但是情理之中的呢 就是那块表差不多几秒啊 就受庆了 其实宝珀在手表界一直都还蛮良心的 至少它的定价有良心价的美誉 就是你比如说这次发的激光绿 跟它平时的最经典的黑盘 或者其他一侧的盘定价是一样的 都是7万多 所以不像比如说老历史的黑鬼跟绿鬼 可能绿鬼就要比黑鬼要贵个两万左右 今天呢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这个品牌 以及宝珀的七宗罪 第一宝珀呢 是世界上第一个登记在册的万表品牌 历史非常悠久 创始于1735年 距今已经有300年的历史了 宝珀的诞生呢 标志着瑞士钟表 从匠人时代跨入了品牌时代 所以呢很多人也说 它是制表行业的开拓者 那论历史呢 在现代潜水表业里呢 武士群也被称为现代潜水表的鼻祖 这个表第一次推出呢 是在1953年 实际上早在这个表推出的前一年 这个表就已经生产出来了 而且当时时任宝珀的总裁 费希特 他本人也是一个潜水名 这个有别于比如说老历史 或者其他品牌的CEO 也正是因为CEO的原因呢 所以武士群从一出来 就是把潜水表推向了一个专业的巅峰 武士群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群呢是一个音质的长度 一群呢大概就是1.83米 那武士群呢大概就是100米的深度 因为在当时的业界认为呢 武士群也就是100米 大概就是潜水员能够潜下的极限深度了 费希特除了潜水呢 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读莎士比亚的作品 那他就借鉴了莎士比亚的著作《暴风雨》中的名句 然后给这个潜水表命名为武士群 你如果有了解手表 或者在全球的不管什么样的万表 或者奢侈表的排行里面呢 前十名里面一定有宝珀 一直在全球top10 谦虚点说top10的这个牌位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从1735年创立以来 这个厂商他从来没有做过实音表和二等手表 他们一直专注和坚持做世界上最复杂的 和功能最全的机械手表 宝珀呢也是这个业内显有的 就是从A到Z 从这个设计到研发到制造 包括组装 所有的流程呢都是这么一个品牌 他独立完成的全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司 如果有了解华为或者小米 或者什么国产品牌的发展的话 你会知道这个自主和独立是非常非常重要和难得的 50群的问世呢也基本上就给世界的潜水表制定了一个 准则啊 比如说他的表冠是用了双重的O型防水密封圈 表背也是用了金属倒槽的设计 通过双层的阻隔呢也是达到了很好的防水效果 时针表圈也是单向旋转的 能够很好的确保潜水时间和剩余的氧气储量 这个1953年立下的标准呢 其实你对照1996年国际化组织制定的那个ISO6425的准则 你会发现两个标准大同小异 老婆的这个手表其实也是世界各国的潜水队的专用手表 不管你有什么兴趣还好 你只要玩好了你就发现这个专业的圈子其实很小的 那当然在1952年就是法国的国防部打算组建一个潜水表队的时候 不是潜水表队 潜水突击队的时候呢 就想找一个手表能够在这个水下的恶劣的环境可以精准的运行 于是呢他当时就很自然的联想到了这个瑞士海豚 就是当时宝珀的CEO菲希特 然后就希望宝珀能够给他们研发一个专业的潜水表 然后宝珀呢非常的高效 我二年找他 五三年这个专业的潜水表就是五十旬就温室了 并且呢五十旬他不光受到了法国潜水队的喜爱 包括今天很多美国韩国德国以色列西班牙挪威 就等等瑞典标配都标配我手上的这个宝珀五十旬 说起宝珀五十旬的经典表款呢 我觉得就是我手上的这两个5000系列跟5015 我先叫这个蓝色吧 因为这个蓝色的这个表跟这次发售的极光率是同款的 然后这次再次说明 就是没买到极光率有一点小可惜 那海军蓝这样大海一样有那种很深邃 给人很神秘的这样一个感觉 然后整个表的表盘呢是43毫米 然后呢机芯是1315 续航能力呢是120个小时 120个小时其实很够 在机械标里面算是很前端的一个续航里程 防水深度呢330米 330米也足够用了 就咱们日常的海泪冲浪潜水游泳业余爱好者玩家 带这个都没有问题 很多玩机械表的人都是玩它的背透嘛 也不叫玩它的背透 就是欣赏它的背透 那这个表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背透 表托是18K金 然后熏黑了 是做了这样一个表托 然后表带的话就是一个海洋帆布的表带 这个也是宝珀的他们的一个设计语言 就这个5000系列来说 我个人觉得在激光绿没有出现之前 这个颜色就是最好看的 它整个一个陶瓷表面 包括它这个非常简单 但是带起来很有分量的这么一个设计呢 我觉得就深得我心 他们还有出过黑色啊 最经典的黑色的钢款 黑色的钛金属版本 还有蓝色黑色的陶瓷版本 等等等等 这个就是陶瓷版本 不会有人不知道这是哪个系列吧 知道小伙伴先弹幕抠一下 盘的直径达到了45毫米 是一个比较大的 我给大家戴一下看一下 是一个其实戴起来比较大比较man的这么一个表盘 我觉得5000系列可能它有正装表的那个味道 就是你配西装好像也可以 那这个表的话就真的是一个户外玩家的那种专业玩家 硬核玩家的感觉 然后整个表呢是金刚材质打造 然后它的表面呢是那种断面磨砂的抛光技术 就让我想起来就当年北京奥运会那个金牌背后的那个玉啊 就是那种中国玉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很饱满的一种一种一种形态 而且在我们日常的配戴过程中 其实别人也可以很远 那老杨沙标 哎 这么 离这么远你都看得到 哈哈哈 就是那种感觉 然后呢这个表圈呢 它是那个陶瓷柚的材质 就是也是看起来挺好的 表壳的右侧呢 还有那个表冠上都有很大写的JB啊 就是他们的品牌的字样 然后呢 它的表带也是用的这样的一个帆布带 非常实用的表带 我还蛮喜欢这种这一类的设计 因为你看 带久了也不心疼 这个换一个表带的成本也不高 因为宝珀它其实一直有一个叫什么 天地良心破 为什么呢 就是宝珀的价格定价 其实一直都超合理的 而且那个激光率 你比如说它才定7万多的价格 然后有超强的反水深度 然后用它最经典的5000系列来做复刻 所以我觉得 真的是一个挺好的表 宝珀的五世群 它的平均价位都落在10万或者10万一里 就是在10万元的基础表款里面 我觉得宝珀应该是最有诚意 大家可以不服可以来辩 但我觉得宝珀应该是最有诚意 还有最有竞争力的一个牌子了 OK那以上呢 就是关于这两个表款 宝珀五世群的简单介绍 不知道大家看了以后 对这个品牌 包括对这个五世群 有没有多一点点小了解 我们下期见拜拜